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今早就宣佈 將會向全球各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 唯獨欠缺中國、澳門和台灣 林鄭有辯駁 她說保安局的外遊警示制度 一向都是對於中國以外的地區發出 一直以來這個制度都是這樣沿用 但是就不代表 沒有對大陸採取防控措施 你這個所謂外遊警示制度 就真是夠政治正確 將台灣包含中國的一部分 跟著又說 外遊警示原來是不會對於中國地區發出的 因為中國就不是外國 所以去中國旅遊就不等於去外國旅遊 故此就不能發出外遊警示 但是請問你特區政府 在這個非常時期之下 可不可以特事特辦 在去年的時候你都無厘頭引用這個緊急法 現在又不見你這麼積極 根本上就是為了擦鞋 整套所謂外遊警示制度出來 都要搞盡腦執 務求政治正確 一定要落足鞋油 千萬不能得罪大陸 你現在大陸發生起事上來的時候 豈不是變無計可思 你到底是為香港人服務 還是為北京服務呢 林鄭還有事宣佈 他就說 從3月19日的凌晨開始 除了早前宣佈的英國和美國以外 所有從外地反港的人士都要接受強制閉關14天 有關的決定已經獲得專家顧問團隊的同意 這些措施真是夠奇怪 為何你特地要製造兩天的空槍期出來 今天是星期二 你說實施的日期要到星期四的凌晨 中間的兩天等誰回來呢 為何中間的兩天回香港的人 就不需要強制閉關 這些人豈不是可以在社區周圍走 這樣很高風險 人家澳門政府都可以昨天宣佈 今天就實施 當然林鄭又有辯解 他當然不會說自己跟香港人特地鬥氣 他就說 香港是航空樞樓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航空樓 現在的航班已經減了九成 林鄭 他還說外地的留學生數以萬計 很難跟澳門比較 而且特區政府就希望 有四十八至七十二個小時準備 做法務實 否則就會引起混亂 多餘了 澳門政府又不需要那麼多小時預備 你豈不是行政效率比澳門政府更低 又說宣佈已經添置了六萬隻一次性的電子手環 這些人入境的時候 你便派給他 你便讓他在家閉關 不用說那麼多話 即時已經做到 看你有沒有決心去做 這些傢伙諸多辯駁 根本上就是要跟香港人作對 跟香港人鬥氣 你不用在這裡鬥了 而且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已經陸續實施 這個鎖國的政策 這個還將會包括隔壁的梳打浮 澳門政府就宣佈了 自3月18日的凌晨開始 所有除了中港台的居民以外的非本地居民 一律不得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這個措施當然是非常好 起碼可以保障到 梳打浮免受外地旅客的輸入個案的滋擾 你特區政府在做什麼 你林鄭在等什麼 好心你就耳朵底死根 人家澳門政府的行政效率比特區政府更加高 跟隨就可以了 連何柏梁總監也批評 特區政府應該採取更嚴格的入境管制措施 在未來的一個月 拒絕所有非香港居民入境 這個建議是非常好 林鄭應該去採納 雖然何柏梁總監不是你所謂的 專家顧問團隊的其中一員 因為人家比較偏黃 你不委任別人 但是這個建議說得好 你特區政府應該馬上禁止所有非本地居民入境 因為那些旅客進來 你又說他們可以去酒店進行自我閉關十四天 根本上山高皇帝遠 你管軌到他 你只是在打電話給他那一刻 跟他進行視像通話那一刻 你就知道他在酒店 零轉背去逛街 你也管不了那麼多 更何況這些是旅客 就算他真是違規違例 你最多就是遞屆他出境 自弊他已經在社區周序走 通街跑了 已經是 你管得多少 請問 你應該一刀切 不要讓這些人入境 那就沒事 天下太平 是不是 需要那麼多腦筋 這樣也未夠 我還有一個進一步的建議 當這一群非香港的居民 被拒絕入境以後 剩下的全部都是香港居民 這群人不要玩家居閉關 全部一律入中心睡14晚 到時香港的市民 放心很多 不要搞家居閉關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這些完全是形同虛設的措施 全部在中心睡14晚 真正正做到所謂的圍堵政策 而針對有些人 故意多次重複出入境 務求免費入住這些中心 以及 去貪圖別人的背面 風筒 拖板 這些人就對他們採取懲罰性的措施 萬一發現他們在中心裡偷東西走 你就叫警察立案調查 然後起訴這群人 不要只會掛念政治檢控的年輕人 政治檢控的抗爭者 這群人就任他們在投資夭夭逍遙 發外 不知所謂 而且針對這些重複入住 貪圖免費住宿的 對他們採取一個懲罰性的收費 凡親每一天你已經說收兩塊錢 一定不夠 起碼收兩千元一天 就可以阻嚇他們 住14天即是多少錢 兩萬八 到時他就沒有了誘因 為求入住這些免費住宿 在邊境故意出出入入 你現在每天收兩塊錢 根本就沒有阻嚇性 住劏房也不止 你計算一個月多少錢 兩塊錢一天 劏房一定不止 這個租金 而且你包吃包住 一天三餐 定時又送水果過去 多好服務 這些特區政府 想起事情 你如果要收這個租金 不要收兩塊錢那麼低 兩塊錢太便宜了 對於這些故意來轉空子 找漏洞的人 是沒有阻嚇作用的 起碼收兩千元一天 告訴你 那到期時 他就怕了你 兩千元一天住酒店 不用那麼貴 你特區政府想想 用死人佬 林鄭還說到 要在4月20日全面復貨 就沒有可能 認為即使要在4月20日 開始復貨 都只能夠分階段進行 或者會由 較高年級的學生開始復貨 低年級的學生 在未來這1、2個月 都難以復貨 不要再想復貨這個問題 是不是 虧你特區政府 經常廢殺思糧 要想想那些學生 什麼時候上學 心想想 是不是 最好的辦法 是什麼 搞不定 提早宣佈 放暑假 9月1號 才再上課 上不上 很閒 你特區政府 不是教材都教壞人 反正 現在有些人 彈出來說 又說怕學生的學習進度跟不上 有什麼跟不上 全港都一起停課 全港都一起在網上學習 跟不上 這麼多人跟你一起跟不上 跟不上就下個學期再學過 9月1號開始 是不是 這些事情很閒 所有事情都要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其實沒什麼難衡量 一邊就是學生的安全 一邊就是學生的學業 當然安全比學業更重要 安全也守不住 你這麼厲害也沒用 這麼難衡量 真是 傻子 不知想什麼 現在香港有版 你看 林鄭年年考第一 又如何 是不是 不要再追求這些 寫本續末 追求自身的安全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命就只有一條 大哥 接著講一下 加拿大的杜魯多總理 終於他要跪下 要宣佈 政府決定關閉邊界 禁止所有非加拿大的公民或永久居民入境 而美國公民除外 所有入境加拿大的人都需要自我閉關十四天 國際航班只是允許降落在蒙特樓、多倫多、卡爾加里和溫哥華的國際機場 以加強檢查 但是在幾天之前 這個杜魯多總理才說過以下這番說話 當時他說 說加拿大政府不會禁止外國遊客入境 他強調 這種下意識反應 是無助 緩和目前的情況 而且 不禁止外國遊客入境 這個做法 是基於世衛組織的最佳建議 為什麼十天之後 又立即跪下 是不是受到國內的政治壓力 這些人都離譜了 一早就應該做 現在遲做就好過不做 不過就遲了很多 一早就應該做 這些鎖國的政策 是不是 挪威也做了 不過有心也不怕遲 另外我還要提醒所有住在 這些西方文明國家的益友 例如是 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洲等等 你們外出購物的時候 謹記要注意首部的衛生 勤洗手 以及要帶上一些個人防護的裝備 例如Mars 我雖然知道 有這個文化差異 因為外地的人多數都認為 有病師需要帶 但是大家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 都理會他 說他那些旁人什麼目光 不要顧那麼多 顧好自己 這些事情最重要 一定要保持身體健康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保重 拜拜